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ZZLAB 我是真真 颜色渐变 颜色过渡 在你观看我视频的同时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订阅小猫的频道 ZZCAT777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一下颜色渐变 或者叫它颜色过渡 我们在很多展示LUT的调色滤镜的时候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个效果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它是怎么制作的 首先找到一条素材 当然这条素材最好是一条 饱和度不是太高的 这种Log素材 如果你没有这种Log素材 你可以把你原来的视频的饱和度降低一下 好 首先我们先把它复制一个层 按住OUT 然后向上拖 复制出一个层之后 我们默认为下面这个层是一个没有颜色的层 而上面这个层 我们要给它调一个颜色 首先我要给它加载一个LUT 我这里用的是一个插件 然后找到我们想要的滤镜 觉得这个滤镜是比较好的 好 加载完RUT之后 因为这个RUT是一个固定的值 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它进行一个调色 现在它的亮度是不太够的 首先我们把这个中光提起 中光提到75%左右 然后高光 它这个颜色比较均匀 所以我们高光也不用拉的过高 从理论上讲 你只要不超过100%就行 然后我们可以把中光稍微的降低一点 然后把暗部降到不要降到0 降到0就会出现一些死黑的部分 在这个位置觉得就可以了 这些图表只是一个参考值 关键还是你的显示器 还有你的眼睛 你要看它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就OK了 好 基本上 我们已经调整完了 我这个素材不是特别好 后边有一些地方有一些 这个湿针 我们不用管它 好 现在我们的上面这条已经处理完了 我把它V掉 下面这条是没有颜色的 而上面这条是已经调过色的 我想的就是开始的画面是一条灰色的画面 然后彩色的画面缓缓的从左边进来 那我们现在首先就要把上面的这个裁切 我们看一下效果 开始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慢慢的走过来 这样一个感觉 好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裁切 拉到这个值 拉到这个值之后 我们找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开始进行彩色画面 这个渐变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在这里我们加一个关键帧 我们从这里开始进入画面 然后从这里出画面 那我们在这 调整一下 自动再建一个关键帧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效果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打开这个 显示视频动画这一项 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两个关键帧 第一个关键帧就是我们的起始帧 第二个关键帧就是结束帧 这时候我想再做一个效果 就是把这个彩色的画面再变成灰白色的 但是我这回添加的关键帧呢 是裁切左侧的 不是右侧的 这是第一个关键帧 然后往后拉 大概在这个位置 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最后呢 我还是要让它回归到彩色 那我可以再把这个关键帧退完了 好 如果你觉得它速度太快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位置 OK 在这里调整关键帧的时候 你可以按住shift 去选择相邻的关键帧 比如说这两个关键帧 或者是这两个 点中间的位置 你就可以选两个关键帧 选两个关键帧之后 你可以拖动它 两个关键帧就会同时在走 好 比如说我选这两个 我也把它往前拖动 OK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有什么问题 就给我留言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